新消息带你关注艺人陶晶莉莉仁夫妇 跟朋友合伙权利麻辣烫的品牌 但传出了股东纠纷 现在陶晶夫妻还被法院判决 要赔偿315万 今天中午她在脸书开直播反击 刘董事长去买 买来卖来 那结果呢我们就觉得 这价钱是合理的嘛 于是我们就跟源头去问 就发现说 不但不合理而且还贵得离谱 那在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之中 其实前面已经有潜力可循了 包括他们自己的所谓有机事业 他们会把 比如说我们在检查说 为什么我们赚不了什么钱 因为我们的食材太贵了 各位 你如果在美食街吃东西 你会吃到两片猪肉21块 这样的一个成本价吗 因为他说它是有机的 但我们是 蜡杯杯我们怎么会要用到这么高级 谢谢他想提供这么高级 那因为他们是股东 所以他们就把他们自己有机的肉拿来卖 这样有明白吗 那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有一点晚 我们就说那没关系 就先不要进这个货 所以一上一上检查之后就发现 为什么他们总是拿自己公司的货 来卖给我们 就是再取一次利润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静好新闻